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钓鱼 有一次他打电话邀请大家去吃饭 我们心里就很直到 他又钓得很好的鱼 我们边吃边谈一个问题 因为美国有一位反败为胜的高手 叫做Ecoca 日本有一位金银之神 叫做松下信之助 那我们中国呢 我们有哪一位可以作为我们的代表 我当时是完全没有犹豫 我就说胡雪原 可是有些人还是不了解 为什么我们不举当代的活着的人 你看Ecoca是当代活着的人 松下信之助是现在日本近代非常有名的金银家 可是我没有讲这些活着的人 反而讲一个已经过世的人 这什么道理 一个人只要他活着 你要记住 他就会变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活着的人 我们不会去自评他 也不会跟他写传记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活着就写传记 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你刚刚写完他很好很好 他突然间变了 你怎么办 中国人只有四个钉子 钉下去以后 盖棺论定 你才可以来评点一个人 这是现代人没有遵守的法则 你活着你写什么字段 谁看 第二个 人死了以后 你怎么讲他 他不会跟你方便 人活着 尤其是中国人 你讲得越对 他越否认 不是这样子的 你就糟糕了 西方人不会 西方人讲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 不是真的 他就不是真的 中国人不可能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的自传都是美化 把他写得很美 他还不够 那都是骗人 你稍微讲他一点不对 他就不高兴 他就要你改 那这样的钻机 看他干嘛呢 所以中国人 他只服死的人 他不服活的人 老家会管你的人 只是用死人来管活人 你就很有效 你想你活着 就去管别人 最后只有被人家活活气死 像这些道理 现在人完全没有脑筋 通通万光光 不晓得在做什么事 胡学员已经死了 他不会变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胡学员的事情 大家慢慢模糊掉 所以各说各话 这是最好的 我们要研究事情 如果研究的太明确 那就是这个model 就是这个pattern 就是这个模型而已 我要提醒各位 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你学谁都学不下 没有两家公司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两个世界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学习 想学一套回去用 罢错特错 你根本用不上 你怎么用得上 你找不到两家公司一模一样 你找不到两种货品一模一样 既然不可能一模一样 你怎么可以把它那哪里用呢 所以我们就找到陈道明所演的卖出戏 然后我们把它制播权买回来 就造成一套胡学员的经营管理 这是花了很高的成本 因为什么 因为陈道明他是影帝 演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扩大 你看制作很精美 陈道明演了二十三集 我点评了二十五集 所以一共有四十八集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这里都写得很清楚 第一个部分创业维艰 老将任何人创业都是很辛苦的 第二部分 逢图大掌 当你发挥得很好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你开始要走下坡路了 所以第三部分叫做守存不易 其实讲守存不易 就是已经快要拜往了 因此 我们就出了一本 我们特别的书 就叫胡学员的经营管理 我们后来 到了杭州 到了胡庆一潭 我们很庆幸 碰到这一位 他是胡庆一潭的官门弟子 他把胡玄的生平 他把他自己在胡庆一潭 做徒弟 所学到的东西 现在他是青春宝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由他来讲 那是非常实际的 那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 很妙 本来讲好在公司的 结果当地人开车 他都会开车 开到哪里 先开到胡玄的铜像 我相信也许是胡玄说 你要看公司 先来看看我吧 所以我们首先就看到他们的铜像 那整个就是青春宝的公司 非常现代化 那天我们去的人不少 有这么多人 大家精神都抖抖 然后他里面 有胡庆一潭的一个模型 我想我们要研究 胡玄 一定要明白 什么叫胡庆一潭 胡庆一潭 是一个药厂 胡玄一生 如果没有创办 胡庆一潭 他一生都是白做工 这点我们会来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另外 我们更碰到一位非常难得 非常可敬的 也是胡庆一潭的关门弟子 这位 是赵玉成先生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找胡雪原的墓 各位想想看 胡雪原曾经是非常有钱的 他一定是把他们家的墓地啊 风水看得好好 而且站地很大 但是 这么有钱 这么有势 这么有名的人 已经准备好的墓地 他不敢去站 他不敢去站 他反而偷偷摸摸地站在一个很方批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 最后都找不到他站在哪里 别人更不关心管你站在哪里 可是他的弟子 费尽苦心 就把他找出来 我们到胡雪原的墓地去上魂的时候 那天胡雪原非常高兴 因为既然有这么多人 来关心他 各位可以看到 当时我们这位赵先生 娓娓道来 把他千辛万苦找到的过程 都跟我们说了 他找到胡雪原的墓碑的时候 他是翻过来的 好不容易把他翻正了 真的是胡雪原的墓碑 就雇人挑回去 挑到胡庆一堂 可是我希望各位了解 当接班人 不是你们自己的子孙的时候 他们是不接受这个墓碑 哎那不重要 搁在哪里就好了 然后过不久 要铺地 居然把那个辛辛苦苦的墓碑打碎的 让他铺在地上 我相信这些都会给各位带来很多很多的想法 你重视的 别人不一定重视 然后你才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 接班人是谁 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对胡雪原更加有信心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以及他所产生的影响 从我们各方面的了解 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 胡雪原的研究价值到底在哪里 我们会把研究的价值 我们一条一条分析给各位做参考 因为如果没有研究的价值 你是不用花时间的 以前说开卷有意 所以把一本书打开来 对你就有帮助 现在刚好相反 现在的时代是开卷有害 你都在看不开看的书嘛 你都去买那种胡雪原 写的是红发雪月的东西嘛 看了半天 不晓得你得到什么 以前人要写一本书啊 那还得了 多慎重 因为文章是签股市 现在人随便就写一本 而且他的很畅销 因为他不要钱嘛 开卷有害的时代 大家要特别小心 我今天暑假在美国 他们在研究 像美国这么强盛的国家 怎么会衰败 各位 美国这么强盛的国家 怎么会衰败 答案是各位想象不到的 两个字 答案就两个字 电视 电视使美国衰败 我看我们也差不多了 你只要多看电视 我看你脑神经就快要破裂了 家庭就没有了 台湾就完了 很容易的 我们今天 全国上下没有任何毛病 只有一个而已 一句话就讲完了 就是脑筋不清楚 台湾人 很好评 很坏教 很坏教 像这句话各位要好好去想 你只喜欢听那些嘻嘻哈哈的 然后回去一片空白 那是你的事 人生四个字讲完了 自作自受 我用闽朗话讲 都你自己作弦的 这个不重要 下面那句话才重要 别拒绝了 别拒绝了 整个都在拒绝了 都在拒绝了 都在自己作弦的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各位 要了解自己 要替自己负责 别人没有办法替你负责 你要走出一条路来 否则你不是对不起别人 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我们研究一个人 研究一件事情 到底他有没有价值 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 他的结果重不重要 如果结果不重要 你研究他干什么 人生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时间是很宝贵的 你只能研究那种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去研究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各位了解 我们整天都在讲废话 哎呀你的身材很漂亮 身材漂亮又怎么样 哎呀你最近怎么样 你最近怎么样 我们一方面说时间很宝贵 一方面整天都在浪费时间 人生要做重要的 做有价值的事情 如果不重要 没有价值 你少去烦自己 第二个 研究的结果 你有没有能力 把它消化 把它实践出来 你做不做得出来 做不出来 也有什么用 换句话说 你能够控制得了 你控制不了的 你学半天有什么用 你看我们现在都很喜欢 学算命 你学他干什么 你控制得了 你看你去算命 他跟你讲半天 第一个我女 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假的 你怎么知道 那如果假的你不倒霉 就这一点 你就没有办法控制 那你还算什么命 所以这两个指标 各位要抓住 一个结果重不重要 第二个 能不能控制 你学了以后 用不用得出来 这最要件 我们现在 可以看出来 你去研究胡璇 他的结果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胡璇 生丹乱世 跟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现在也是 生丹乱世 第二个 他家境贫寒 我不想各位觉得 你的家境是好 还是平安 你们去看 每个成功的人都说 我从小很穷 好像从小很穷 奋斗出来 才有价值 我还没有听过 人说 我从小就有富有 所以我怎么样成功 我大很少听到 我希望各位了解 贫穷不是罪恶 不是罪恶 不要由贫穷可耻 一个人贫穷 你才会奋斗 你才会改变你自己 你才不会骄傲 你才没有时间去浪费 去做那些 完全没有用的事情 胡璇教育程度很低 他只读两年诗书 他就可以有这么成功 那大家都做得到 他代表了大多数的人 如果胡璇代表少数人 那我们学大概什么 反正学不下 只要胡璇做得到的 各位都做得到 没有什么难的 而且胡璇他本身有成功 也有失败 而且他失败得很惨 他成功的很了不起 但是失败得很惨 我们两边都看 你就可以走上一条 趋吉避凶的路子 我们为什么要看命 不是要听他的话 而是要趋吉避凶 所以从现在开始 听到胡璇怎么成功的 你尽量去学 听到他怎么失败的 你尽量去避免 就够了 有的人只有成功 失败的部分不让你知道 有的人一辈子在那里奋斗 最后意识无成 但是胡璇他两边都有 很齐全的资料 他有传奇性 也有起伏性 而且他所牵涉的范围 非常之大 我们今天所想到的 他都经历过 我们今天认为 很现代化的东西 他都做了 你看他的多角经营 他开银行 开当铺 他买卖军火 他做医药 他造床 最后 他败在禅师业上面 我们今天想说 这个叫做多角经营 他做到了 他的钱庄是开全国线的 连锁经营 什么叫钱庄 就是现在的银行 他只花了13年的时间 就累积了非常大的财富 但是我希望各位知道 一个人有财富之后 你才是危险的 因为你马上就要拜了 他就是没有注意到这点 所以很快就拜 他一共活了62岁 前面19年非常辛苦 19岁以后 得到好机会 一路上来 60岁时候 就被查封所有的财产 然后两年之后 郁郁而终 我想这是很传奇的 而且很有欺负性的 胡玄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不但学得到 而且是可以控制的 因为他所具有的条件 我们都有 他凭的是什么 他凭的不是高学问 而是高智慧